我们中国的大使馆不断的在群里面安抚我们的情绪 为我们提供支援 让我们感到非常的安心 我的西班牙同学呢 查了一天的机票 发现到西班牙的机票全部停运了 我们中国的航空公司的航班呢 也一直保持着运力 没有停 手机APP上也能买得到 从这里回国的机票 哈喽大家好我是八九 刚刚各位看到的影片啊 是一名爱国留学生赞扬中国的影片 但我们可以发现啊 以色列往返北京的经济舱啊 票价要一万七千多人民币 换算就是七万七千多台币耶 前几天更扯 炒作到经济舱 一张三万五千块人民币 换算就是十五万台币左右啦 这个价位台北可以飞欧洲商务舱还有找哦 结果翻车的来了哦 10月7号8号9号 当天的飞机全部停飞 所以才有小粉红啊 发小红书抱怨 对吧 结果被迫删除 被谁删除呢 大家心照不宣吧 然后我就去他们海南航空的APP看一下 发现了很诡异的事情哦 来 10月16号 以色列到北京是没有航班的 所以我看了10月17号 礼拜二的 一张票要一万零八百八十块人民币 OK这没有问题 但是诡异的就来了 来 同一个航班 HU744 一点四十分在以色列发机的 有几个 一二三四 有四个航班对不对 中转深圳就会换机嘛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换机换成 7704跟7706 还有7708跟7710 好这边我就看不懂了 同一个航班到深圳转 转了之后变成四个航班 然后变成四个航班 这比较紧嘛 但你看哦 一点四十分 飞了 第一个航班 十二点十五分到北京 第二个飞的航班 下午四点十五分 第三个飞了七点十五分 第四个飞了八点十五分 二十五个小时 这个我看不懂 是什么意思 然后票价都一样 这是什么 我看不懂啦 好啦OK啦 这就当作我台八子 我台蛙 身为拿免签护照 去过很多国家的 我真的看不懂 这是什么东西 OK没关系 就当我的问题啦 那接下来要跟各位 分享的是什么呢 从中国留学生 在以色列275人的群组 流传出来的截图 非常的打脸 带大家来看一下 来我们可以看到 有人发出一个 以色列中国大使馆 以馆为家 这里是大使馆的公众号 还没有关注的同学 请关注一下 使馆的紧急消息 都会在第一时间 在此发布 这位是大使馆教育处的负责人 胡文老师 胡老师将在群里 为大家解决问题 谢谢胡老师 胡老师 请问中国有开始撤侨的计划了吗 加一 胡老师 我们实验室到今天晚上 全部被他们大使馆通知撤走了 我们中国大使馆 什么时候可以撤呢 不要在群里闲聊 上面几位同学 请你们不要在群里闲聊 再次紧急提醒 再以中国公民加强防范措施 警告一次 不许在本群散布无关消息 胡老师 不知道我们驻以色列的大使 是否有出面谴责哈马斯 以及如何支持以色列 我觉得我们政府 在对以色列的态度 会影响我们 在以色列中国人最后的安全 请你向上级反应 然后就有人回答 有本事警告哈马斯去 at胡老师 撤侨价格 能不能请您告知一下 让大家心里有个参考呢 我想没有必要单独私聊 胡老师 谢谢 有什么问题 请在群里沟通 赞赞赞赞赞 如果使馆或者国内 没有撤侨计划的话 估计他们也不知道 撤侨费用吧 确实是 现在大家人身安全没有保障 大使馆 也没给我们透露任何消息 实在是让我们没有安全感啊 寒心了 我们怎么学成归国 报销祖国呢 连印度都比我们先飞走啦 然后就有人传 我刚刚片头给各位看到的那个影片 对吧 不在以色列的人 代表耶路撒冷的留学生发言 大家看 哎呀 好 这个就是刚刚各位看到的那个影片 是造谣 他假冒是在以色列的中国留学生 结果被以色列的留学生群发现 根本就没有这个人 你要知道这个 中国留学生在海外留学 是他们要有大使馆的人 去监控他们有一个群组的 在美国也是 在加拿大也是 像美国的话就是什么 北美留学生什么群组 然后里面会有这个使馆的工作人员 去看你 去看你有没有出什么乱子 当中国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 比如说白子革命 他就会告诫你们 不要在美国的街头上 搞这个活动 这个群组的目的就是 监看留学生 胡老师 请问中国开始有撤侨计划了吗 身边其他国家的同事 几乎都陆陆续续的撤侨了 他们也总是会问我们中国学生 有没有撤侨通知之类的问题呢 我们还是希望尽快有通知哦 老师让我们先来这两个APP 连印度都比我们先飞走了 哭哭 出了国才知道 战狼是最大的谣言 你们看 去年的俄乌战争 中国也是最慢 救援自家公民的国家之一 对吧 比起欧美台日印度来说 晚了起码有一个多礼拜 而且还高价收取机票 还有返国的这个住宿费用 对吧 回国之后还要求学生 要在机场爱党爱国 回国旗拍正能量的影片 说你看咱们中国伟大父亲 中国就是有能力 把中国人给接回来第一时间 你要知道 中国14亿的人 有多少人不会翻墙 有多少人会以为 中国真的第一时间接回来 比什么印度美国日本台湾还早 对吧 你哪怕有一亿人 只知道真相不是这样 但还有13亿人 他没有翻墙 他不知道 他被洗脑了 一亿怎么说得过13亿呢 对吧 所以中国就是一直在玩这套 总而言之 经过一年的翻新 你根本没翻新 你还是一样 中国政府之前不是说什么 台湾人在海外遇到危险 这个时候走中国大使馆 因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咱会帮你的 带大家来看一下 这次以色列事件 台湾是怎么做的 我们来看这个时间顺序 10月14号 已经配合多家航空公司 但是可以顺利接回台湾了 每天做什么事情的公告都有发在上面 联络电话也都有在上面 所以我是建议啦 中国留学生 如果你不爱党不爱国的话 可以找一下我们台湾的 或许啊 咱们都说中国人可以帮你下 包含啦 台湾的旅行团 提前在8号搭机 9号就回台湾了 还接受媒体的采访 你中国大使馆怎么还在打酱油 我们来看中国大使馆是怎么当读稿机的 驻以色列使馆紧急通知在以中国公民的切身状况 来 发了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 全部都在读稿机 然后当地中共国人的社团都在讨论这件事情 说权力协助是怎么个协助法可以展开说明吗 不好意思没有说明 没有恶意 还夸胡备注一下我没有恶意哦 只是希望大使馆可以更主动的询问 关心在意中国人是否有人需要帮忙 至少发个问卷调查 统计一下中国人员的情况吧 我跟你讲中国即便发问卷调查也是同意 非常同意超级同意 你要怎么选 使馆人员在这个群里应该掌握到相关的信息吧 是吧大使馆工作人员 他不会回你的 他不会回你的你想太多了 然后非常搞笑的是 有人打电话去当地的中国大使馆 结果中国大使馆没有接电话对吧 没多久啊 从他们中国国内有人打电话给他了 不要给祖国添乱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即便中国政府摆烂 当地留学生或是中国公民 有所不满 都是不能直接的骂出来 我们刚可以看到所有的截图都是 稍微点到啦 拐弯抹角啦 但今天如果在台湾 在欧美国家发生这个事情呢 当地的人民早就干翻了 对吧 三字经都出来了 骂台湾的这些官员骂出来了 那很多小粉红跑到民主国家 或是遇到他国民主政府的时候 就会泼妇骂街 但是面对自家政府的时候 就苦衷作乐 把问题怪在欧美日韩身上 甚至拐弯抹角的小抱怨 甚至会觉得自己是自己硬去不好 祖国没错 咱不要给祖国添乱 其实这样想想 我好羡慕在中国当统治者阶级的感觉 这些人超级好管理的耶 所以 舔共台湾人是否要入籍去感受一下 祖国对付人民的强大 我们还可以看到 中共将派出特使前往中东地区 参加所谓的调停工作 环和局势 还说落实两国方案 才是解决问题的本质 你台湾什么时候要落实到 你所谓的两国方案 还有问题是 结束英国托管之后 是阿拉伯联盟 伊斯兰联盟不承认以色列的 多次发动攻击失败告终 而你们中共国在1947年到1949年 你们的新华社党媒 就开始在宣传 支持以色列打败侵略者 而你看 现在留学生都还在以色列 要不要顺便叫你们中共的特使 飞过来以色列把你们通通的接回家 取得一个国旗爱党爱国 这所谓的调停工作 缓和趋势就是笑话 就是在作秀 中国在中东 是还没有足够的影响力 可以左右占据的好吗 以前这个角色 美国的反对面是俄罗斯担当的 你中国去那边就是做秀 去交换利益 而且人家还不见得有利益给你交换 上次中国不是说 这个中东啊 不然咱们用人民币去换石油 结算石油好吧 结果被拒绝说 不好意思 咱们只能用美元 自从以色列宣布 在有效时间内让加沙人民离开加沙 否则时效过后一律将留下来的人 当作是至杀哈马斯的同伙 甚至你就是同伙 那这个举动引起国际社会民间团体的反感 在欧洲已经有非常多城市的进行这种游行抗议了 当然也有很多不是巴勒斯坦人的人在抗议 那埃及啊 他也拒绝开辟人道走廊 或让同为伊斯兰的巴勒斯坦人进入 那埃及总统他在前几天也说了 巴勒斯坦人就应该留在巴勒斯坦 我觉得这就有点跟他的价值观冲突了 对不对 埃及以前可是把军队直接开到以色列侵略的国家之一 很明显 现在以色列周边的伊斯兰国家都在看最后的风向才行动 因为以前打不过以色列 现在为了一个哈马斯组织要挨打好像不太值得 除非神机出现大逆转 当然在注重人权的欧洲来说 其实已经有越来越多人了 他不看事情的对与错 他不看事情是因谁而发生 这场攻击是怎么发生的 而是同情弱势的一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开始大家同情以色列 因为被和平音乐会 但是在和平音乐会之后 以色列反击 大家反而同情被打爆了哈马斯这一方 如果今天俄罗斯主动入侵乌克兰 结果没几天 没几天被严重暴打 乌克兰还反攻到本土境内 那不好意思 我相信这些欧洲百姓 部分的欧洲百姓又会出来呛乌克兰 他们不在乎谁先发动攻击的 他们也不在乎要怎么终结战争 他们因为过于在乎的人权 不管你是否作恶多端 反正你今天是作恶多端的人 你今天打人家一巴掌 你被人家反打两巴掌 我就要出来帮你维护人权 所以出现了这样今天的局面 很显然哈马斯是个恐怖组织 且藏于民间 请问这次草草放过哈马斯 那几年之后是不是又有一场和平约会的袭击呢 所以为什么有些人 会对二战美国投放原子弹到日本产生反感 这些人就是过于所谓的人权主义的人 试问一下 美国不投日本是打算遇碎计划 跟美国遇死俱焚 那请问这样子之下 是不是要牺牲更多更多的人民 尤其是中国人 而当下受到日本皇军国主义洗脑的日本人 确实会跟你拼的你死我活 因为他已经受了那个教育对吧 那请问是不是尽快的结束战争 才是避免拖延长期的伤害无辜的做法 但是做出这样的决定还是要被谴责 那换作是你 你能怎么做 人家没有要跟你谈的意思 你能怎么做 当哈马斯做了这个决定 就注定他把加沙人民当肉盾 而且联合国在加沙地区 盖了很多设施下水道工程 盖学校盖医院 结果哈马斯把这些钢筋水泥做成火箭发射器 让学校的学生教学生怎么背那个炸牙包去 欸死 你说他们战户人民吗 把水资源的东西拿去当武器 试问一下以色列有没有攻击在耶路撒冷旁边的巴勒斯坦地区呢 没有 因为就不是针对巴勒斯坦人民 是针对在那个地区攻击的哈马斯 我在网络上还看到有人在讽刺 以色列人是买机票回去御敌 那些在海外抗议的巴勒斯坦人是在外面口嗨 在闹事 还说要袭击这个罗浮宫跟这个凯旋门 你袭击法国干什么 那影片的最后带大家来看一下粉红的荒唐留言哈 如果想领养一个巴基斯坦小女孩 等战争结束后 如果想回去也可以把她再送回去 家人旁边巴以战争 我其实就是有一点困惑 就是巴基斯坦巴勒斯坦 你真的搞不清楚是吧 你去徐州啦 徐州蛮多的啦 去那边领养就够了啦 好吗 今天的影片到这里结束 喜欢记得订阅我不喜欢记得 一定要把我封锁 我是巴基斯坦 再见啦 拜